来来小陈仙跑过去了 他成功了吗 小陈跨掉了 现在都小兰了 小伙伴们孩子的咱们之前看的后视系列嘛 最近啊我听说彩虹朋友们竟然也出现在了后视里 而且他们还预告了重重关卡 那到底他们能不能顺利动过难关呢 咱们今天就一起来一看究竟 这出口也太恐怖了吧 小陈仙跑过去了 他成功了吗 小陈跨掉了 现在都小兰了 他能不能跑过去吗 还好还好 不是吧 翻也挂掉了 现在这个市场是谁啊 哎呦好痛苦啊 这门怎么不开啊 完了完了 他是合并了 糟了 看来最后那个视角的主人他也没有过去啊 没想到出口的这扇门竟然是打不开的 这几只彩虹朋友都上当了 除了彩虹朋友们也来了后视 最近啊后视里的调查工作人员又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滑滑梯 他们看起来好像有无限场 不知道是通往哪里的 等会儿什么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咱 这一条滑滑梯滑下去 到底能看见什么呗 蓝色红色绿色 妈呀这么高 我的恐慌状都快翻了 那么要下去呢 哎呦 把刚后面的毒怪物快来了 赶紧往下下呀 都不下去了 快跳 这动作也太慢了吧 好高啊 好高啊 看见那个人被剃掉了 这里看起来挺难的 哎 这怎么只有一半啊 又不工作人员飞出去啊 大天球撞断了一个 这怎么有点像游浴游戏啊 它没什么游行的啊 一个巨型怪物 不是吧 好不容易安全到达到终点 没想到在终点等待它的 竟然是一个巨型怪物 这故事的每一期啊 看到我都是心惊胆战的 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 打个赞咱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自杀呢 这个案件也太诡异了吧 小雨 小雨 你快帮我看一下这个 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自己的住处自杀 死者的左手中握着老式卡带录音机 右手拿着手枪 当警探到达现场后 立马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 里面传来死者自杀前的录音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我要离开这个令我伤心的时间 接着是一声枪响 在听完录音带之后 警探立刻知道这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不很明显吗 被自杀是什么呀 他都留了遗言了 但是为什么警察听了他的遗言由 立刻马上就判定出他不是自杀呢 难道是收音机里出现了其他人的声音 能有谁的声音啊 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啊 那就奇怪啊 这道题也太诡异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警察在这台录音机上 发现了其他人的指纹 这倒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录音机就是关键的证据 小浪今天请大家来帮我们一起探探案 接下来有几道烧脑的悬案 咱们一起来在案件中找一种线索吧 市民的最后呢 会给大家公布正式的案表 我们来看要一个案件吧 有一名男子每天都会骑着崭新的摩托车 摩托车上每次都拖着两袋沙子往返边境线 某天 边防警官接到线报称该男子是一名走私犯 于是 警察将其来向 并仔细检查了他所携带的东西 但是除了两袋沙子之外 没有查出任何走私品 因为证据不足 警察只能把他放行 请问该男子正在走私什么东西 诶 这题目都给出来了 会不会他走私的就是沙子呀 如果他走私的是沙子的话 那为什么警察检查完沙子后 又把他给放走了呢 那这个袋子是不是也有嫌疑呀 一位男子正在参加自己亲戚的葬礼 在葬礼上他被一位所谓谋面的女子所吸引 对其一见钟情 但是葬礼结束之后 男子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 几天之后 警察接到报警 乘开男子将其姐姐杀害 请问是为什么 为啥会把自己的姐姐被杀害了 会不会是他跟他姐姐有什么矛盾呀 你不是为了证据葬礼上那个亲戚的遗产 诶 这个倒是有可能啊 自古兄弟残杀都是为了利益 说不定啊 他就是因为钱才把他姐姐杀掉了 但葬礼上的那个神秘女人 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诶 会不会是这个女人把遗产的秘密告诉了他呀 一对新婚夫妇去夏威夷度过他们的新婚蜜月假期 不幸的是 只有丈夫自己独自返回家中 也为据丈夫说 自己的妻子在海中遇难而亡 警探联系了丈夫订票的旅行社 了解完情况之后 便将丈夫以谋杀自己妻子的罪名逮捕 请问警探们根据什么线索 判定丈夫谋杀了妻子 判定丈夫谋杀了妻子 这动题也太难了吧 这动题也太难了吧 这动题也说没有任何线索啊 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 怎么能判断出来 他是杀害妻子的凶手呀 难道是这个妻子 她没有死 自己去报案呢 诶 这个有可能 诶 这个有可能 你们觉得咱们会是我们分析的这样呢 快快快 来看最后一期 听说这一期啊 是今天所有的题目中最难的一个 你先来复习一下吧 这是一个发生在七年前的真实故事 主角的名字叫做阿哲 他家住在某个小区的楼顶 但几乎每一天在他睡着之后 都会听到霹雳一般的声响 吓得他从梦中醒来 然后顿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于是在某一天 他终于忍无可忍 冲到了楼上种树的桥麦 门开了 是一个满脸忧郁的男人 于是阿哲冲的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悠悠的男人连连抱歉 并说明天一定上门道歉 那晚阿哲睡得非常香 但第二天起床时 回家这昨天的事情 他却被吓得个半死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怎么感觉有点吓人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 敢不如去这楼上 雅根没住人吧 那不是这样了吗 那就太恐怖了 那这不就是悬案了吗 瞧吧 爸爸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会被吓得半死呢 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看答案吧 如果是自杀 那么在男子死后 又是谁将录音带调回到初始状态 对呀 如果不关闭录音机 他就会一直录鸭子呀 那一身敲草之后 这个男人他应该是死了的呀 雅根没这个时间去关他呀 果然这线索是在录音机上 只不过那猜错的方向啊 那我们也算猜错了一半吧 该名男子走私的是摩托车 对呀 还有一个摩托车呢 对呀 这个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怎么能录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细节啊 这名男子为了在葬礼上再次见到这位女子 对爱情错过头弹的男人正确吧 这也太变态了 有人刷新了我的三归啊 市场上真的有这么奇葩的人吗 丈夫只给妻子订了去夏威夷的单程票 原来如此啊 他早就计划好了 没有给他买本尘的票 这就被检察抓住了这个漏洞 我照顾的也太新婚手辣了 这些案件冒了个毛骨羞然了 人心难测啊 所以最后一题 这人还撤了到底问什么 会不会吓得半死啊 各位小真大玩 你们知道答案吗 记得发行的答案写在评论区哦 哦对 可别忘了给我投票 万一来到白天刷不到 晚上躲不掉的 恐怖聊天记录 前几期的恐怖聊天记录出了一晚 我是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啊 今天咱们的恐怖程度升级 这一次又将会发生什么奇怪的对话呢 还是一样 你害怕的话就在弹幕上打车奥啪啪啪 如果女的没什么感觉的话 就在屏幕上打车奥啪啪啪 那么废话不多说 你们直接进入正体验 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叫做猪猫草 可欣 你忙完了没 快就快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再坚持坚持 我快被你老公跟你儿子折磨疯了 啊 我老公 他 他出差了呀 他要是在家的话 我还用找你来帮我带儿子吗 我不清楚啊 他神神秘秘的 今天一直在跟我们玩游戏呢 本来我以为你老公在 我就走了他 然后你儿子一直拉着我 不让我走 啊 我儿子可能比较喜欢你 你们玩的是什么啊 我老公呢 你儿子拉着我 玩了一天捉迷藏 你老公也真是奇怪 不然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 怎么回事啊 他 他这么会藏 本来我是跟东东在玩的 玩着玩着 他就对着后院扎到外面的冠幕丛林害怕了吧 好家伙都不打听招呼的 你老公呢 东东就非拉着我去找你老公 他直拉着我找他 找了十几个地方 那是没找到 我现在都怀疑这臭小子是在整我 他爸压根就没回来 我哪还不承认 就说在冠幕丛里 那你先带着他去休息 别玩了 我马上回去 回去请你好好收拾他 怎么感觉这个情节的发展 越来越诡异了呀 为什么这位爸爸总是藏在冠幕丛里呢 最关键的是 找了他一整天都没找到 那现在有一个 这是好的想法 我也是 咱们继续往下看 说不定后面的情节 都可以印证我的想法 爹呀 你的事比较重要 我不所谓的 你办完再回来都行 一定是小孩子嘛 晚上别走了 一定要留下来吃饭 不用 你回来都多晚了 忙了一天也累了 咱们改天了 不行啊 必须留下来 我已经到门口了 这段对话到这里 就已经戛然而止了 这对夫妻也太奇怪了吧 这个女孩好像根本不关心自己的老公在哪里 而且她怎么像是有顺移功能一样 直接的到门口了 我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爸爸也太奇怪了 这么大的人还在玩捉迷藏 刚才我就看了一台真相解说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其实事情的真相还是这样的 对我孩子的妈妈 已经把爸爸给掐了 不是吧 杀了呀 而且把她的尸体 就藏在了灌木丛里面 怪不得那个小孩子 一直指着灌木丛喊爸爸呢 看着这个闺蜜在发消息的时候 其实已经知道真相了 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但是这个嫌疑班 就一直想把她给留下来 所以她才立刻赶回家里去的 就是为了继续杀人灭口啊 这个也太恐怖了吧 宝贝们 吃到真相的你 有没有感觉不寒而栗呢 接下来咱们再进入第二个片段 第二个故事名字叫做 美丽的前男友 在吗 有急事 怎么了宝贝 刚才我前男友过来找我了 什么 他来干嘛 五分钟之前 我刚洗完澡 他突然给我发消息 让我开门 你给他开门了 怎么可能 我刚走到客厅 就听见他在外面敲门 到晚上的 来找你干什么 我也很纳闷 我跟他相处的时间也不长 我马上就过去 你继续说 保持联系 这大战业的前男友来敲门 难道是想再续前缘 会不会是阴暗深恨 想杀人灭狗呀 别急往下看 我问他有什么事情 他也不说话 就一直在那发消息让我开门 他不知道没有男朋友了吗 我们分手后一次也没联系过 不过他平常挺老实的 不像是这种人啊 你确定是他吗 我从猫眼往外看了 是他 不过感觉比之前高了不少 他前男友该不会是突然长高了几厘米 你找前女友分享好消息的吧 好消息也用不着大半夜分享吗 更主要的是 他站在猫眼外面面无表情 还能一直发消息 蓝猫 他都不用开屏幕的吗 他就面无表情的一直盯着门看 还一边发爽喜催着我开门 我被他的表情吓到了 一直说让他走 他就那样呆着一顿不顿啊 不太龙下了 别急 好 门外有动静是你吗 你怎么不说外啊 发生什么事了 这段聊天记录啊 到这里又杂然而止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排一排 这段诡异对话里面的细节 首先有一个很可疑的地方 就是这个前男友 他是一直面无表情 冰着猫眼的 但是一直呢 又是在给这个前女友发消息的 他是怎么做到 不看着屏幕发消息的呀 那第二个疑点 就是这个现任男友 当他到达这个女生的家门口时 突然就失联了 无论这个女生怎么发消息 他都不回 难道是他看见了什么 或者遇上了什么人吗 那要说能遇到的 不就只有他的前男友了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 为大家解释一下真相 我看了一下这个解释 我是冷汗直冒呀 到底真相是什么 你快说呀 我的妈 做好心理准备呀 这真相实在是有点恐怖啊 其实这前男友 他早就已经死了 不是吧 那到底是谁 站在他家门口呀 站在这个女生家门口呢 这是这个前男友的尸体呀 那这个尸体 他是怎么自己过来的呀 正是这个杀人犯啊 把这个尸体 运到了女生的家门口 并且把尸体悬掉了起来 所以这个女生 才会觉得这个前男友 长高了一点呀 那这个也太恐怖了吧 所以这个前男友 才会一直面无表情地 盯着猫眼 但事实上 这手机的消息呀 是这个杀人犯法的 我就说 他怎么能同时一心而用呢 后来赶来的这个现任男友 他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呀 这么说的话 他也被嘎了 懂了吗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毛骨俗然 恨一四起啊 反正我是被吓得不轻 如果听不清楚 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就给我们点个材杆加个关注吧 你在公关的话 我们再出电影器 我的天哪 我最害怕这种深海了 诶 是个是什么呀 熊悦熊悦 你会带到这个视频 看见没有 这么大 这个赵云怪长得好恐怖啊 我看到了他好多的出手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海洋的最深处 到底有最深处的东西吗 他们人类啊 都已经登上过月球了 不理督于地球的海洋最深处 海洋最深处的少之又少啊 所以很多人对未知的海底世界 有一种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统称为 深海恐惧症 特别是当深海碰到巨物 这恐惧感 简直无法形容啊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小伴们的生理机械 这就第一关 马上开始 我感觉到一身 不味警 我踏着它 这是我们的 这是手间眼镜成的 这是什么大鳗蝶子 里的吧 大鱼 妈a 我要去 这鱼长了也太不 impacted 我不会 你的背后面 还能追上一个尾巴 不像 你上大嘴鱼的 出来 你觉得那么 那暗明心惊慌跳的感觉 你会им出身歧 每天应该吃多少东西啊 要不是把我当时食物送给他 挖个不够这家伙 他眼球 这个小鱼怎么还挺浓的呢 后面还有好多啊 竟然有一个巨型的鱼出现了 直接就冲到镜头前了 我现在看他们身上 有了好多小眼球 干得我米歇孔军认对我发了 竟然 你说咱们的大海生兔 不然你生兔有长得这么奇怪的生物啊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说不定它就在几万米之下呢 这鲨鱼也太大了吧 不 他走了 他这张嘴太大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没有进行的 他不已经进他嘴里了吧 这是一种海洋生物 它发着荧光呢 还有眼睛 我 我要喊你时间 处处充满着危险的 幸好刚才那个女生 是在一个玻璃罩里 幸好这个玻璃罩 还是防弹的 不然我肯定就被这个 虾鱼一口给吞了 这大猪小猫你忙啊 这个锡盘也太大的了 好大一只鲨鱼啊 你看见没 倒在那只鲨贼 被一只大鲨鱼给飘走了 果然是大鱼吃小鱼啊 出来的那只鲨贼 不许多大的鲨鱼才能把它给吞到啊 我现在是真的对海洋世界 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口径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水母 这水母够不搭的 这水母够不搭的 这水母也开来了 啊 就这样没有一个 这是什么鲨鱼的水母啊 怎么长就像个大馒头似的啊 这哪叫馒头呀 明明是座山嘛 就是不知道这种水母 它有没有毒呀 我看这个东西啊 肯定不一般啊 这下来就是咱们今天最后一个 都不能是还是没有 小伯伯 接下来可请我不要加眼镜 这俩大眼镜子也挺亮了吧 哇 哇 什么鬼啊 哇 哇 我感觉他一伸手 就在把他给捏死 这个爸爸给找的 咱就回了年代了 这个该不会是 笔细包里 赵鱼哥的真实样子吧 小伯伯 如果你在前准的时候 你有了这么大的赵鱼 你会怎么办呢 大人说啥呀 他还不赶紧从梗中醒来啊 还有一个巨型的球 啊 书里还救你一个人 啊 这都不赶紧了 小伯伯 小伯伯 这些小伯伯都在评论中 只要我们更新 这个回忆的挑战啊 嗯 确实是好久没更新了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一期 直播回忆认识 又害怕又想干的小伯伯 千万别错过了 最麻不都说 咱们直接来看 第一个片段 这么黑呢 是什么呀 这在紫布 真是脖子也太长了吧 啊 应该不会是 人脸恐龙吧 这 这是场景露 还是场景人啊 真的是看得我火圈一阵啊 他们打架的时候 脖子和脖子 和脚在一起啊 我绝对倒有这个可能性啊 我的手啊 我怎么这么多手啊 是不是跟跟验照稿一样 还有一个巨型的手 啊 是不是还对你一个人 我没被他吓得 我倒是被你吓得半死 咱跑得一只手绕 我还找了眼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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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任何人 有个大真物 我去啊 你这之前也回它了吧 我当时会害怕 它突然撞到我面前的 因为如果 这任真物真实存在的话 那个青鸡一跳 我就跳到地球上来了嘛 这真的哪颗星球啊 我们也太近了嘛 我反正就撞上来了 我又去了 幸好这个视频突然停了 要不然就到他家里脸上来了呀 那对我啊 我都不是很害怕 但是这种巨型的星球 看着真的是太有压抑感了 这不是月亮吗 我也走过来吧 你可太近了啊 你就在我眼前转 好压抑啊 我跟他靠近的时候 一面都变了嘛 整个距离近的 我都能看到月球上密密麻麻的坑啊 这东西就来了 大师盖 这些世界会变了吗 我好难 幸好这个视频他也及时停下来了 要不然咱们就砸在柚饼里 这是太阳吗 我怎么看着火药龙龙龙啊 这可跟其他星球撞过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这可还没撞上来 咱们就得被扣死了 那是啊 你也不想让太阳表面的温度有几千神之路呢 不是不是 啊 啊 我唱了 哦 哎 哦 反问也太广了吧 整个地球都被吞噬了 被吸进去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地球上怎么出现了什么打的洞啊 这又要是真实发生的话 那地球上的生物几乎就无一幸存了呀 今天那种恐惧的 又让你感觉到内心深处的恐惧吗 反正我是真的很怕我啊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请再问 咱们再出第二期 我的天呐 这么帅的小哥哥 竟然长了这么多头皮剂 耶 崔岳 崔岳 你给我看这个 头皮剂也太多了吧 咱们再给你 毛孔干净了 这看完啊 我心里数量多了 这图上的卖片都打结了 这是多少天没起头了呀 哈喽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为大家给大家 几个SMI的美丽场景 会稍微有一点 挑战你的胜利极限 刚才咱们看哪个指数第一等级 接下来咱们要来看第二等级了 听说啊 只有30%的人 看哪个视频 以前挑战一下吧 这个视频看起来 也没有我小爱上的 那么难受啊 甚至还有个解样呢 那么少有很多小伙伴说 看完了改变会那么爽啊 那咱们就进入第三等级吧 这是清理耳洞吗 他耳洞也太多了吧 哇 还能这样吗 我感觉有点疼啊 这是里面的真东西啊 黑蚂耳屎 这边好疼 这边讲什么那边 我都会踢着一个东西看的 你是是吗 自己一面出来是吧 我女生啊 但是我真的会有东西 咋回信啊 给你个孽子 我已经套一下 不是知道吗 这边有特别的 都长得天天老夜啊 我这个过程好轻软啊 这边是多种冥想啊 这也太能了 我都直接打掉了 它是圣诞风的呢 这指甲养的里面有多个久了 这最近吧 有小半年了吗 我的指甲 但凡长不出了一点点 我就得给它剪掉 是后来吗 你们可别个是物件的人了 你一定要注意客人问事 GiH就咱们的最后一个等级了 听说这个等级 只有1%的人 才能坚持看完 是那么恐怖吗 咱就来带小伙伴们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这也太红了吧 这都已经是红眼面了 还有眼结石 不会都是戴美童拍的吧 我可不敢戴美童啊 我有点空啊 这眼神要在亮下去 那可不得加啊 不觉得笑什么呢 一定要好好安护自己的眼睛啊 dx 我information 我ностically做哦 这马桶人怎么这么贴力啊 老板们 上一期啊 咱们看到了那个变异监控人 和马桶人领袖大战 结果战败落荒而逃 不过来啊 评论局的小伙伴和我说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变异监控人 人家的名字叫做泰坦监控人 话说回来 这泰坦监控人都打不过这个马桶人领袖 那这马桶人能真的没有天敌了吗 这不 在最新的极限当中呢 剧情啊 又反装啊 这一次啊 在与马桶人抗衡的队伍里啊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啊 一起来看一看 感觉这天空人打不过这马桶人啊 这马桶人领袖真的太恐怖了 都出下去了吗 这么简单都被打掉了吗 啊 果然 这 是什么 不是吧 竟然出现了五个头的马桶人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长相呢 这马桶脑衡的马桶人一出现 我怎么感觉 坚固人又完蛋了呀 坚固人最近遇上去什么呀 看起来体积很大的呀 打 打斗人王啊 诶 诶 他们怎么够撤了 是看到了什么吗 诶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怎么好强啊 诶 老子们 你们知道刚节那个剧情的 他是什么类似的坚固人吗 看来啊 又有一个要和马桶人 弑军利益的王者出现了 马桶人刚节吃坚固人了 这坚固人就在在门打 打过真不太马桶人吧 你怎么把桶人 你怎么把桶人 你这抽到这个 这是 音响人 终于 监桶人不再是势单力薄了 这有军音响人出现了 这音响人出现的一个 背景分类音乐都不一样了 这那不太激动人心了 噢 音响人坐着马桶 噢 后面跟着这么多马桶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戴上耳机 噢 巨型音响 我去 太牛了吧 有了这巨型音响咱们还怕啥呀 看来啊 这一次马桶人要落入下风了 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啊 刚才咱们在监桶人实验室看到的那个巨型监桶人 那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这以为变成监桶人马桶人的音响人三个阵营当监窝吧 这个监护怎么会不会 怎么不错啊 怎么不错啊 对啊 巨型了 让死我了 别冲掉啊 是巨型硬桶人啊 你再上来吧 这马桶人怎么这么低啊 你怎么不去啊 这个监桶的东西都是里面的吧 他是 这是 巨型音响人 你怎么 这红色衣服的巨型音响人也太牛了吧 你这个武力值比之前的太坦监桶人还要高啊 不过等一下 这该不会 就是太坦监桶人升级而来的吧 一个小监桶 这是马桶人的秘密基地吗 他们都在干嘛呀 哇 哇 巨型音响人来了 啊 干嘛就要捣毁他们的老巫了 这下有了音响人的权利帮助 我想这监口人 应该能打贵马桶人了吧 好多飞行马桶人啊 全部飞行在一起啊 被发现了 飞行人了 一个大逼的 大飞了 这次啊就算是巨型马桶人跳起来 也打不过这巨型音响人啊 为什么这后面的巨型会不会还有反转啊 记得点个关注加小星星 咱们下期再见 这到底是谁的手啊 是如来佛祖还是阿凡达啊 该不会是奥特曼吧 小远小远你看看这个 猜猜我是谁 这种蓝色的手不是阿凡达还的是谁啊 可是你看好了 它是这个手势啊 这不是如来佛祖吗 如来佛祖是这样的好不好 那他说不定还是蓝精灵呢 那你怎么不说他是奥特曼呢 这次个选招里最不可能的就是奥特曼了 反正我就觉得蓝色的手那肯定是阿凡达 小猫妹子 你们觉得这只手会是谁呢 宝特曼今天又来考考你们的眼力了 今天为大家总得了七道眼力题 刚才看的是第一道题 接下来则会一道比一道难 除了你猜出来的话 就在弹幕上打出你的答案 视频结果呢 我们会公布所有其他答案 你们听话不多说 咱们再来看第二题 猜猜我是谁 这个手这么小 很明显是个小孩子呀 可是这四个选项都是小孩子呀 选项A是樱桃小丸子 选项B是蜡笔小心 选项C是野笔大琼 选项D是柯南 他们怎么一个比一个小呀 但是我觉得可以排出樱桃小丸子 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个男生的手 这么说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柯南的手 那我就选B 那我猜应该是蜡笔大琼的手 猜猜吧 你们觉得是谁的手呢 猜猜我是谁 选项A小夫 选项B YM 选项C是大熊妈妈 选项D是野笔大熊 这个野笔大熊都出现两次了 那肯定可以把它排出了 难道是小夫 胡萝卜丁是大熊妈妈呢 反正肯定不是哆啦A梦 因为哆啦A梦 它不戴眼镜 那我就选 它是大熊妈妈的眼镜 那我选A 是小夫 好的吧 你们选的是谁呢 猜猜我是谁 这个花裤子也太简单了吧 这不很明显是选项A拍打星吧 拍打星 可是我觉得它是麦兜呀 这我不是麦兜最喜欢的同款裤子吧 倒也是有这个可能 那我还是觉得 它是拍打星的裤子比较靠谱 小伙伴们 你们又觉得这个花裤子 会是谁的呢 这结果是谁 A唐1 B唐2 C唐3 B唐4 这些1234的名字 好像就有点离谱了 这不可以讲 我B的眼睹都选不来 这可明显不就是唐3嘛 反正我是没听过唐1唐2唐4的 收费吗 你们觉得呢 猜猜我是谁 就只有一个铃铛呀 选上A喜羊羊 选项B多莱莫 选项C图山红红 选项D柯南 你还别说 除了柯南 这三位好像都有铃铛呀 这个首先咱们先把柯南排成掉 我看这个铃铛的形状 怎么长得这么像喜羊羊的铃铛啊 那我倒觉得 是多莱莫的铃铛 我选喜羊羊 那我就选多莱莫 小伙伴吧 你猛者的是谁呢 他猜我是谁 A 麦都 B 猪猪霞 C 小猪佩奇 B 太大心 这明显就是个猪鼻子 太大心又没有鼻子 那肯定可以把太大心给拍出来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猪猪霞的鼻子 因为猪猪霞的鼻子是大红色的 那这么说 不是麦都就是小猪佩奇了 是麦都的几率应该会更大一点吧 小猪佩奇的鼻子 不是春风鸡的形状吗 小猪佩奇的鼻子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的鼻子就是这种粉色的 那我选麦都 那我就选小猪佩奇了 老子们 你能觉得是谁呢 到底咱们都看完了 接下来就是公布答案的时刻了 来看看你都猜出了几题吧 我是奥特曼 赛罗呀 你竟然是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我这怎么想都没想出来是奥特曼 小猪佩们 你们猜对了吗 又猜错了 我们已经连续猜错两道题了 这个到底你就是小猪佩们猜对吗 我是野比大雄 啊 竟然是被我们首先就排除掉的那个选项 我都已经忘了她是戴着眼镜的呀 怎么已经连续猜错三道题了 不知道今天我还能不能猜对啊 我是派打星 派打星了 你干嘛 我就说是派打星吧 洪特曼 我竟然猜错了 你没想到这个库查真的是派打星的 我是唐三 这位子也几乎好无限呀 出了唐三 就没有其他制作的选项了 这一天要是多叉项 那你得多笨了 我是多赖亚梦 啊 果然是多赖亚梦的领导 我还以为是喜洋洋呢 童子们 你们猜对了吗 最后一起的猪女子 到底是卖猪 还是小猪佩奇呢 小伙伴们记得帮你们到达六点评论的需要